咱们今天呢来说说湖南卢西高速抛尸案 2014年10月22号上午10点钟 湖南省卢西县公安局呢 接到群众报警了 说在杭瑞高速公路的一个高架桥底下 有一片草丛 在这草丛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接到报案之后啊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公安局 以及卢西县公安局都在第一时间派出警力赶到现场 因为是在高速高架桥底下 这个地方呢平时人际寒致啊 没人负责勘察的民警呢 就发现了这尸体是在棘手往卢西方向的 一个高架桥南侧的草丛里 当民警清理完现场的杂草之后 看到这死者呀 是一名女性 到了现场以后 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呀 得判断 死者是正常死亡 还是非正常死亡 尸体在这儿就很蹊跷啊 因为这儿平时没人呢 同时警方还发现 在这周围的草丛 这些杂草没有被踩踏过的痕迹 尸体上方垂下来的树枝啊 有被折断过的痕迹 也就是说 这尸体是从那高架桥上掉下来的 随后又在高速公路的路墩上 看到了有一些摩擦而产生的刮痕 那么从高速公路高架桥下来的 这个事情基本上已经判定了 接下来又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自杀 从那上面跳下来自杀的 第二种可能 就是啊 有人把死者害死之后 搬运到了这个地方 随后扔了下来 这片草丛别看平时没人来 但是这条高速车流可不少 这个高架桥距离地面啊 差不多一百米啊 这要放到居民楼 那得三十多层楼高 那么这死者究竟是从那上面跳下来的 还是被人杀害之后扔下来的 现在的证据 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定论 为了得到更多的线索 民警决定了扩大搜索范围 对现场周围的草丛啊 展开仔细的搜查 在现场中心周围地毯式的搜查呀 但是没有查到什么东西 尤其能表明死者身份的什么身份证啊 银行卡呀 手机呀都没有 法医经过对尸体进行勘验 认定死者年龄是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 死亡时间呢 是八到十天左右 通过进一步勘验呢 警方发现死者的穿着打扮 还是比较有特点的 这个人呢 手指甲上啊 涂着指甲油 头发呢 是染了的 穿的也比较时髦 这个打扮你要放在北上广深 对吧 那太正常不过了 好多时尚靓丽的小姐姐们 但是案发现场 位于湖南省卢西县喜西镇 动头寨村 这个地方啊 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发达 民风呢 很淳朴 当地老百姓穿着呢 也都特别的朴素 那么 这个穿着时尚讲究的女人 为什么会死在这么偏僻的草丛里呢 就在同时啊 另一组民警也立刻对案发周边的村寨 展开走访调查 在调查过程之中 有一位老太太说了这么一件事 她说呀 哎呦 十四号晚上 也就是九点左右的时候吧 我呢 就听见哐唐一声响 别看呀 我快七十了 但我呢 耳聪目明的 不耳背 老太太这个消息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因为老太太的家 距离案发现场直线距离 也就是一百米左右 警方就琢磨着 这么晚了 也不是过年过节的 又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 听到哐唐一声巨响 很可能就是高空抛物啊 为了弄清楚死者 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 法医决定 对尸体进行解剖 找出女人死亡的真正原因 经过解剖 有了重大发现了 死者全身多处骨折 都没有生活反应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骨折的那儿 没有出血 生活反应啊 说的就是 他在活着的时候 假如受到这种强烈的刺激 好比说从桥上跳下来了 那么骨折之后 必然会出血 而人一旦死亡了 那么尽管骨折了 但是很多骨折的地方 不会出血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吧 要是有一小羊 从这高处 啪掉下来 那肯定流血 要是这羊呢 已经死了 恨不得都快成羊肉丸子了 你再把它从高处扔下来 它不会流血的 那就是春香扑鼻的好羊肉啊 所以啊 就根据这解剖结果 就能够判定 死者从高处坠落的时候 已经死亡了 发现尸体的位置 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而只是抛尸现场 随后经过尸检 也判断出来 这具女尸死亡的真正原因 是机械性窒息死亡 遇到这种案子 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寻找尸源 发现无名女尸之后 尤其是法医鉴定结果出来之后 第一时间 卢西警方启动了命案侦破机制 首先得确定 死者是什么地方的人 到底是谁 在调查过程之中啊 民警们发现在 抛尸现场的高速公路附近 有一个监控摄像头 这个探头 正好能够覆盖到抛尸区域 随后专案组立刻派出民警赶到高速公路收费站 调取到了这监控摄像头的影像 经过仔细查看 有了重大收获了 根据画面显示 有一辆小轿车 开到抛尸现场上方的位置之后 就停在高速路边上了 那么这辆车就很可疑啊 当时这辆车停这儿有三四分钟的样子 而且呢主驾驶上下来一个人 动作也是比较反常的 这辆车靠右行驶的那指示灯 就那右转向灯 一直是在那闪着的 没过多久 左转向突然闪了一下 警方就分析啊 他是把后门打开了 从他停车到打开后门 差不多三分多钟 那么这辆车很可能就是抛尸车辆 如果能找到这辆车 很可能这起案子也就顺利破获了 警方呢 根据高速公路的特点 什么特点啊 他都是单向行驶啊 对吧 他不是双向行驶啊 所以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从棘手方向 进入高速公路的 随后民警啊 沿着卢西往棘手方向的高速卡口 就一路进行调查 从大量的视频监控里找这辆车 不过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需要时间 那警方也不能闲着呀 别的方面的侦破 你也得同时进行啊 负责痕迹检验的民警 在对死者一物进行清理的时候 也有了发现 在尸体裤子右边的口袋里啊 发现塞着一个工作牌 工牌呢 是黄色的 上边啊 覆盖着一层脏东西 不过上面印制的是一个酒店的信息 民警把这脏东西清理干净之后 这工作牌上清清楚楚的三个数字 006 这006肯定跟案件有关系 很可能 这就是死者的身份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 那就是凶手的 甭管是死者自己的 还是凶手的 这对于案件破获来说 太关键了 如果说是自己的 那就应该是下班之后 随手把胸盘揣裤子口袋里了 如果是凶手的 那就很可能是搏斗的时候 从他身上抓过来 偷着放在兜里的 那查吧 这胸盘上印着呀 华天酒店 那查查到底哪有华天酒店呢 这当地呀 没有 那去百度去吧 这一百度 园陵县 有个华天酒店 于是民警开车赶到了湖南淮化市园陵县 就找到了这个华天酒店 经过这酒店工作人员的辨认啊 这个胸盘就是他们酒店的员工彭某使用的员工号牌 他们呢 对这胸盘的管理是比较严的 在里边工作的时候 那都得带着这胸盘 如果离开了啊 辞职了 这胸盘必须上交 你不能随身揣走 经过进一步了解 这胸盘啊 80年出生 之前的结过婚 现在已经离异了 是湖南省淮化市园陵县 园陵镇人 于是民警呢 又到了胸盘的家里进行走访调查 提取胸盘父母的血液样本 做DNA鉴定 没过多久 这鉴定有了结果了 确定本案的受害人 那句无名女尸 就是失踪多天的彭某 彭某35岁 正是大好年华呀 那么到底是什么人要置他于死地呢 确定失源之后 警方呢 就开始围绕彭某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 到底跟什么人有所接触啊 跟什么人有所矛盾 有没有什么恩怨情仇 根据酒店同事们说啊 彭某呢 自从来到这家酒店工作之后 那是兢兢业业 从来不迟到 从来不早退 没有特别特别着急的情况 也绝对不请假 2014年10月13号下午两点多 突然这彭某啊 接到了一个电话 当时彭某还上着班呢 接完电话之后很明显 心神不宁的 心里边不踏实 心里边像装着事的样子 同事回忆说 当时能听出来 那电话对面啊 是个男的 好像是让他还钱之类的 还钱 那就涉及到债务纠纷了呀 是彭某欠别人的钱 还是别人欠彭某的钱呢 同事啊 也听不清楚啊 难道说就是因为这债务纠纷而被人杀害吗 同事呢 还跟民警回忆 10月13号下午 彭某放下电话以后 立刻就跟主管请假说有事 然后出门之前 取下胸盘 习惯性的装到自己的裤子口袋里 没过多久 这彭某呢 带着自己随身的背包 就离开酒店了 从离开之后 再也没有回来过 那么 跟他通话的这男的是谁 无疑这个人 很可能就跟彭某的死有关 带着这些问题 民警呢 又到了彭某家里边 了解了解 这债务纠纷情况呗 彭某的姐姐呀 就说了这么一事 说在一年半之前 彭某就跟丈夫办了离婚手续 离婚以后呢 彭某住娘家 后来双方家人呢 就也都劝 哎呀 你看 两口子挺好的 因为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就离婚直当的吗 在劝说之下 彭某跟前夫 又有着复婚的打算 不过呀 弄来弄去 还是没能复了 俩人经常吵吵闹闹的 就性格不合 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 民警可就重点关注了 彭某的前夫 郑某 当时警方就想啊 是不是因为离婚的时候 这婚前财产还没弄清楚呢呀 会不会是郑某 打电话把前妻叫出去 发生纠纷 就把前妻给杀了 随后进行了抛尸呢 到底凶手是不是郑某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警方开始怀疑彭某的前夫 郑某 民警呢就赶到了通信公司 调取了彭某生前的通话记录 另一方面呢 因为知道彭某前夫郑某的身份了呀 围绕着他的社会情况 也展开调查 不过 最终调查来调查去 发现这郑某啊 没有作案时间 没有作案条件 于是把他就排除在外了 现在郑某不具备作案条件 凶手不是他 这就是说之前警方的推测 错了 那就得从头开始啊 重新梳理啊 14年11月23号大半夜了 卢西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大队长 带着几名刑警 对这被害人彭某的通话记录 进行仔细的分析研判 通话记录显示 彭某最后一次通话时间 是2014年10月13号下午3点17分 是一个座机 尾号是四个八 这座机号倒挺吉利啊 经过查证 这座机号码是哪的呢 是华天酒店的电话 也就是彭某工作的 那个宾馆的电话 那除了这工作单位的电话之外 还有什么通话记录呢 显示啊 在当天下午2点51分 彭某呢 跟一个尾号707的手机号联系过 并且这个号跟彭某当天 有多次通话记录 经过查证 这机主姓龚 龚某 这时候警方就又找彭某的姐姐 了解情况 一提到这龚某 姐姐呀 就跟民警提供了一线索 因为姐姐这两天呢 也收拾彭某的东西 在他柜子里发现了一张借条 民警拿借条一看内容很简单 借款数额 还款时间清清楚楚 警方决定 就跟这借条的出具人龚某 正面接触 可是到龚某租住的房子那一看 人去乌空 大门紧锁 早不知道去哪了 经过秘密调查 了解到10月17号的时候 龚某收拾好行李就离开了湖南园陵县 那么他会去哪呢 查吧 这回啊 警方不光是查这些公共交通 也查那些汽车租赁公司啊 就自己租车自己开着走的那种 果不其然查到了他的租车记录 租车行的老板证实 2014年10月11号 龚某用自己的身份证 在这个租车行租了一辆尾号063的红色轿车 这租车公司上面的车 他都会装着那GPS定位系统啊 所以呢 自然而然就能通过这个定位系统 找到这辆车的行驶轨迹 行驶轨迹显示 龚某租的那辆车在抛尸时间段 正好出现在了抛尸现场 根据轿车GPS记录的时间点 民警从高速公路的监控录像里 很快就找到了这辆红色轿车 香恩尾号是063 这辆车呀 10月13号下午3点12分 经过园林收费站进入杭瑞高速 10月13号下午4点33分 有一个探头正好拍下了这辆车经过时候的照片 当时这龚某开着车 彭某已经躺在副驾驶上了 民警把画面放大之后 发现这彭某是横躺在座位上的 这个坐姿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这跟咱们平常人坐车 它不是一个状态 警方就分析彭某当时应该已经遇害了 民警还发现疑似彭某遇害的这照片拍摄时间是10月13号 而10月14号晚上也就一天多之后 这辆车再次返回园林方向 进入了一个服务区 在这之后 彭某开车就消失了 经过实地勘察 发现这龚某开车驶出画面之后 为了逃避打击 他很狡猾呀 高速服务区通常两边不是有那种寒洞吗 他开进了寒洞 反方向就又走了 几分钟之后 把车停靠在刨尸现场 各位您还记得吗 咱们之前说了 民警当时考虑到高速公路是单向行驶的 所以调查重点放在了棘手到卢西方向 而真正的情况是这龚某 开着车通过寒洞掉了一个头 实际上他走的方向是相反的方向 这是故意误导警方 随后技术人员 对这辆车又展开细致勘察 很快 从这辆车的副驾驶还有后备箱里 都提取到了毛发还有血字 经过DNA鉴定 这些毛发和血字都是被害人朋友的 现在车是还给租车行了 人没了 人去哪了呀 那接着联系他的朋友们吧 看有没有朋友知道他的去向啊 这时候有一朋友说呀 他呀 回来了 哎 怎么回事呢 龚某是出去了 后来出去你去哪啊 对吧 绕了一圈呢 又回来了 还跟朋友联系了 朋友就把这消息告诉警方了 2014年11月25号深夜 龚某被警方抓获归案 那么到底这龚某跟彭某什么关系呀 就是简单的一个欠钱的一个借钱的关系吗 啊 于是警方立刻对他进行审讯 根据龚某说呀 他呢 是建筑行业的 是一个工地的包工头 为了工作方便 公司呢 给他专门租了一辆车 14年6月底 一天晚上 开着单位给他租的小轿车 街上闲逛又呢 想跑跑黑车 赚点外快 晚上11点多 彭某刚下班 准备回家了 这时候龚某开着车准备干私活呀 哎 就这一下子俩人就认识了 龚某呢 主动跟彭某搭讪 哎 女士 要不要打车呀 这彭某当时琢磨着 确实打出租也不好打 那走呗 对吧 之前也打过黑车呀 上车以后 龚某就问 去什么地方啊 随便你吧 随便这是个什么意思 龚某呢 开着车就在街上漫无目的的走 在这个过程之中 俩人就聊起天来了 龚某就说呀 最近交了一个男朋友刚分手 心情不好 这龚某呢 作为老大哥似的啊 就开导他呗 在那劝 劝了半天 这龚某呢 心里边痛快多了 哎 就感觉人跟人之间还是可以有温暖的啊 这时候呢 工地上啊 有人给龚某打了一电话 说工地那边有事 得让他处理一下 这龚某呢 就问龚某 你是下去啊 还是怎么着呀 我这工地有事 我得去那边一趟 然后龚某呢 因为当时心情不好啊 那我就坐着你的车 去哪都无所谓 我跟你去吧 到那以后 就在卢西啊 然后这工友们就问呢 哎 老公 怎么这么别扭呢 对吧 马上就问他吧 怎么带个人来啊 这龚某呢 就开玩笑 嗨 今天交的女朋友 他这随口一说 哎 这彭某啊 可听进去了 从卢西回到园林 这龚某的心情 也变得好多了 就问这龚某 你刚说的 是不是真的 龚某一看 现在交个女朋友 这么容易吗 啊 那你要当真 我就当真呗 你看这话说的 回到园林 俩人呢 也没立刻分开 一直就在车里聊天 别的没干啊 就光聊天啊 一聊 聊到了第二天一大早 经过这一夜长谈 俩人这关系 可就更亲近了 最后啊 这龚某陪着彭某 到了一家金店 花光了自己 全部现金 给彭某买了条金项链 从那以后 俩人经常约会 感情越来越深 就等于成了 实质上的男女朋友了 14年7月中旬 这龚某成见的 那工地啊 因为开工建设 得需要一大笔资金 为此到处借钱 14年7月19号 他呢 就提出来跟彭某借一万 说一个月就能还清 彭某呢 没拒绝呀 男朋友有困难了 我得帮着他呀 可是一眨眼 到了十月份了 说一个月还 现在快仨月了 还没还呢 当时呢 龚某这工程款呢 其实存了一部分了 要说还能还 但他有个坏毛病 喜欢外边赌博去 有的工程款呢 让他给输了 所以现在没法还了 彭某呢 就很生气 他哪知道啊 哦 我给他当女朋友 我感觉挺好 以后我都指望着 跟他结婚过日子 他怎么是个赌徒呢 还欠了那么多的赌债呢 据警方了解 龚某在外边啊 有将近上百万的外债 这彭某没法接受啊 更主要的是 龚某呢 还一直隐瞒了自己的感情状态啊 其实龚某有家有口的早结婚了 龚某后来 从龚某的手机上 就弄到了龚某老婆的号码 给他老婆打电话 上来开门见山 直截了当 你们什么时候离婚呢 人他老婆那边接着电话 很奇怪啊 啊 你谁啊 没没打算离啊 对吧 为什么问我们什么时候离婚呢 我跟你老公好上了 你跟老公好上了 不是你 你 我问他吧 这么着 这龚某的老婆也得跟龚某吵架呀 这彭某那也跟龚某吵架呀 彭某啊 最终发现 自己这几个月的付出 那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人 龚某就只是玩玩的心态 根本没打算离婚跟他结婚 为此 彭某决定 结束这段感情 快刀斩乱麻 同时把那一万块钱要回来 14年10月13号 龚某给彭某打电话 就商量这钱的事 接到龚某电话 彭某立马请假 最后离开酒店上了龚某的车 龚某呢 打算先拿两千 但龚某不答应 咱俩没关系了 你得给我还清了 在车上 这彭某掏出手机 好像是跟什么人发消息呢 这一下子让龚某害怕了 他就琢磨了 是不是又找我老婆呢 龚某啊 别看在外边挺花花肠子 但是还挺心疼老婆的 怕老婆生气 也怕彭某再找老婆 影响家庭关系 于是这龚某上去之后 把这彭某可就祸祸掐死 等冷静下来 哎呀 杀了人了 闯了大祸了 这才开车 寻找抛尸地点 10月13号晚上 他把彭某的尸体 藏到车的后备箱里 第二天晚上 开着车 到了卢西县 在那个高架桥上 把彭某的尸体 就扔下去了 这龚某啊 自认为通过地下通道 改变行驶方向 又找了那么一个偏僻 那么高的高架桥 抛尸不会有人发现 但是正是那个006的酒店号牌 那宫牌 这么一个小小的线索 就让警方得以在三天之内 侦破这起案件 在几年前 咱们国内曾出现过一个 号称假币教父的男人 这个所谓的假币教父呢 他的真名叫彭大祥 他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 从小就在绘画方面 展现出了极高的天赋 但他没有把自己的才能 发挥在正路上 年轻的时候 就曾经用临摹的方式 来伪造过粮票 后来他甚至开始去尝试画人民币 在攻克了一些技术困难之后 靠着他画的人民币 假币贩子们成功造出了 数以百计的人民币假币 非法获利6亿元 而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位呢 相比于彭大祥的故事来说 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彭大祥是靠着手工 建立起了假币帝国 而这位呢 他是靠着高科技和不屑的钻研 说有一个从小就行窃的小偷 他先是靠着盗窃 活生生的把自己给偷成了百万富翁 然后呢 又误打误撞 靠着上网查资料的办法 稀里糊涂的造出了2.5亿美元的 巨额的假币 可是当警方把他抓获之后 竟然没有办法给他起诉 反而出于某些原因 只能由着他继续逍遥法外 警方也没办法 只能是费尽心思的升级防伪技术 而这个小偷呢 后来甚至还成为了官方的箭矢假币的专家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荒唐的故事呢 今天咱们就来看一看 2012年5月份的一个清晨 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一个小镇上 美国特勤局和魁北克警方正在全副武装 准备捣毁一个假币制造工厂 他们小心翼翼的摸到了工厂的墙外面 随着指挥官一声令下 工厂大门被迅速破坏 警方冲进院子 最终他们成功的抓获了一名犯罪嫌疑人 此时此人旁边的两台生产假币的机器正在高速运转 掀开被黑布遮盖的桌面 只见在这样一个不到20平的小作坊里面 竟然放着将近100万美元的假币 如此多的假币让警方不敢掉以轻心 他们随手拿起两张假币仔细看了看 发现这根真的简直没有区别 不光是看上去没有区别 就连手感几乎都一模一样 这属于是质量相当高的假币了 如此之高的质量 以及如此之多的数量 警方认为这一定是一个大规模的 有组织的团伙才能干出来的 单凭眼前这一名嫌犯肯定是不够的 于是他们要从这名男子入手 顺藤摸瓜 找出他背后的组织 这男的是个小胖子 相貌平平 看起来甚至傻乎乎的 他自称叫弗兰克伯拉萨 并表示自己其实只有一个人 没有其他同伙 这些假币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做出来的 但警方怎么可能相信呢 于是开始对他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打游击战 可是几个回合下来 不管怎么问 这弗兰克 这弗兰克始终坚持说自己只有一个人 而且他这态度啊 看起来还非常诚恳 这样的情况让警方有些动摇了 难道眼前这小子 他真的就是单打独斗 凭自己的能力造出了这么多精良的假币吗 这恐怕让人难以相信 而实际情况其实的确如此 这个弗兰克的确很有能力 但他跟那个彭大祥也不一样 他属于是半路出家 在此之前呢 他一直都是一个小偷 而且在盗窃方面还相当的厉害 弗兰克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省 一个叫做特罗斯里维埃雷斯的小城 这个地方造纸工业非常发达 是世界上有名的报纸纸张生产中心 和其他所有的小混混一样 弗兰克从小不爱学习 12岁时 正在上七年级的弗兰克偶然间发现 学校里有一些高年级的学生 经常会带着一些非常昂贵的名牌衣服 到学校来 但他们就只是把衣服带到学校 也不穿 这让他感到非常奇怪 后来他才知道 这些衣服啊 其实都是那些高年级学生 从商店里偷来的 他们偷来衣服 然后再在学校里低价 卖给其他学生 学生们都没什么钱 这种低价的名牌衣服 对他们来说 诱惑力是非常大的 这让弗兰克也看到了商机 于是从那以后 他也开始去商店里偷衣服 而且从来没有被发现过 后来不光是偷衣服 他还偷鞋 偷电子产品等等 回到学校 他就像是开小卖铺一样 把东西一一裂开 很快就会销售一空 就这样 靠着盗窃 弗兰克找到了一条发财致富的道路 当时学校里有两千名学生 生意最好的时候 一周能够赚好几百加比 这在当时对他们来说 是一笔不小的钱了 在15岁的时候 有一次 弗兰克偷老师的钱包 被抓了现行 随即被学校开除 弗兰克盗窃的事情 他的父母是知道的 但是屡教不改 父母非常失望 尤其这一次又被老师抓了现行 连学都没得上了 这让他父亲感到非常生气 一怒之下 把他赶出了家门 后来 弗兰克为了谋生 在当地一家汽车修理厂找了一份工作 但即便有了营生 弗兰克仍然没有放弃他的副业 仍然利用业余时间去偷各种东西 凡是能偷的 他几乎都偷过 而且每次都能巧妙的避开 所有商店的店员 还有后续到来的警察 而在汽车修理厂的这段时间里 弗兰克又发现了新的商机 在了解了一些有关汽车修理的知识以后 他发现这些汽车的零件 配件都挺值钱的 于是他又开始盗窃汽车零件 这让他一发不可收拾 他越偷胆子越大 以至于后来开始直接偷汽车 再转手卖掉 这样盗窃的生活一直持续了三年多 直到他二十岁的时候 弗兰克觉得偷来偷去的也没什么意思 因为不管他怎么偷 他都能得手 警察都不会发现 于是独孤求败的弗兰克 看着手里积攒下来的一大笔钱 他萌生了一个想法 他决定自己当老板 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 不久之后 他在当地开了一家 制造汽车刹车片的工厂 靠着之前在汽车修理厂期间 积攒下的一些客户和人脉 他的小工厂迅速发展 很快他发现 赚钱和盗窃一样 能让人上瘾 为了赚更多钱 为了做更大 做更强 弗兰克非常努力 他每天都要工作二十小时 甚至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然而 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之下 没多久 他就因为太过劳累而晕倒了 手下的工人把他送到了医院 经过诊断 弗兰克的身体状况非常差 免疫力极度低下 这都是由于过度劳累和工作压力太大导致的 为此 弗兰克每天需要服用大量的药物 一段时间以后 弗兰克虽然抵抗住了病痛的折磨 但此时 他已经没有精力去照顾工厂的生意了 这件事对他打击非常大 让他意识到了 没有什么比身体健康更加重要 于是他把工厂卖掉 赚了一大笔钱 带着女朋友到世界各地去旅游 修养身心 同时 在此期间 他也在思考一个问题 既然不开工厂了 那么接下来做点什么呢 弗兰克的脑回路 的确非常清晰 他认为 如果自己选择去做一个打工人 每天起早贪黑的上班 那不跟自己之前一样了吗 到时候肯定还会累倒的 所以说不能去打工 再说了 自己之前毕竟是老板 总不能越活越抽抽 所以还是得自己去干一点事业 可是什么样的事业既不累 又能赚钱呢 思来想去 好像只有法律不让干的事 才能符合这个条件了 但是他这个人啊 想法又非常奇怪 或者说呢 他确实是被上次累倒的事啊 给吓到了 即便是法律不让干的事 那些所谓的赚钱的事 他也想去找一个 其中最轻松 最不累 最好挣钱的 于是他就开始尝试各种不同的违法犯罪行为 2005年 他发现贩毒 好像既不累 又挣钱 于是开始接触毒品交易 结果只干了不到一年 就被警察发现 抓进去 灌了三个月 出来以后啊 弗兰克又开始了思考 看来这毒品交易 也不太合适 虽然轻松 虽然也赚钱 但最主要的 还是因为参与的人太多了 警察抓住了其中一个 其他的上下两家都跑不了 这一条交易线全都会给揪出来 太不安全了 那到底干什么 才最轻松 最安全 最赚钱呢 此时 他想到了印钱 要想轻轻松松的来钱 那直接印钱 不就完了吗 于是一个计划 在他脑海里出现了 作为一个加拿大人 弗兰克对家园 肯定是最为熟悉的 但经过深思熟虑以后 他决定还是要印美元 因为美元流通性最广 最容易出货 而在众多面值的美元里面 他认为 20美元是最佳选择 因为当年的美国自动取款机里 单次提取现金的操作上限 是400美元 取出来的钱 都是20美元的纸钞 所以20美元的使用频率 是最高的 接下来 弗兰克找到了之前贩毒的时候 认识的一个朋友 希望可以帮助自己来制作假币 这个朋友很实在 倾囊相受 他跟弗兰克说 要想制造假币 其实并不难 只需要三样东西就可以了 一张真币 一台扫描仪 一台打印机 先通过扫描仪 把这真币扫一遍 再使用打印机 把复制品打印出来 这样一张假币就做成了 弗兰克听完有些不可思议 这也太简单了 其实这位朋友并不是在逗他玩 当时那个年代的大部分假币 确实都是这样做的 但是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假币 质量非常差 而且非常假 如果不做进一步处理 实际上一眼就能被看出来 毕竟这种办法就相当于是 直接去复印了一张钱 首先那画质他就不好 看起来就怪怪的 而且那个年代打印机效果普遍不太好 画面上会有比较明显的条文 所以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但是当时的弗兰克 哪能想到这么多呢 他认为这种假币 应该就属于很不错的了 于是他马上就印了 十张二十美元的钞票 然后满心欢喜的去商店试验 结果被收银员当场识破 弗兰克非常尴尬 吓得落荒而逃 回来以后 他才意识到 这个朋友实在是不靠谱 想做出质量上乘的假币 还是得自己想办法去钻研 于是在接下来一年半的时间里 弗兰克利用自己仅有的那些知识 把所有精力全都放在钻研资料的过程当中 从零开始学习制作假币的方法 有一说一 他这脑子确实挺活泛 虽然脑回路比较清奇 但是学东西还挺有一套的 别人做假币 都是去一些非法的网站上去钻研 去找一些制作假币的方法 但他反其道而行之 不去学怎么做假币 而是在美国官方的各种货币网站上 去搜索学习识别假币的办法 在那些网站里详细记录了美元钞票上 每一种防伪标记 还有他们功能的具体描述 所有的防伪技术加起来 足足有十几种 弗兰克每天就泡在魁北克不同的网吧里 别人都在打游戏看电影 他倒好找一个角落 上网学习如何识别假币 在这过程中 有很多专业术语和词汇很难懂 弗兰克就一边翻译 一边查字典 愣是慢慢的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虽然学习对他来说非常困难 但是弗兰克也已经下定决心 要做出质量过硬的最好的假币 在学了一年以后 他觉得自己的理论知识 应该已经差不多了 接下来该实践了 于是他就在远离住处的郊外 租了一个破旧的仓库 这是他精心挑选的 因为他认为破旧的仓库 比较不容易引起人的注意 可以更加安全的去钻研假币 不过真的到了实践这一步了 弗兰克发现 自己面临的难题 其实还有很多 毕竟纵使在过去的一年间 他学习了各种各样的识别假币的办法 但是网站上教给他的 只是怎么去识别假币 肯定不会告诉他这些防伪技术 具体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难题 让弗兰克有些懵了 面对眼下的疑问 弗兰克该如何破局呢 他又是如何克服困难 成功制造出那些高质量的假币的 在被捕之后 他又是如何巧妙的逃脱法律制裁 继续逍遥法外 还摇身一变 成了专家的呢 在之前说到 到了实践这一步 弗兰克发现 自己面临的难题 其实还有很多 毕竟纵使他学了很多 去识别假币的方法 但是网站上只会告诉他 怎么去识别假币 肯定不会说这些防伪技术 具体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让弗兰克有些懵 他只能再次找到 之前的一些狐朋狗友 寻求帮助 这次他找的朋友靠谱一些 给他指了一条路 通过朋友介绍 他得以接触到了 加拿大的地下黑市 在这里 他顺利搞到了一些珍贵的资料 其中就包括 钞票水印的特征 和印刷制作的方法 由此 他了解到 正版钞票常见的印刷方式 有四种 凹版印刷 凸版印刷 平版印刷 以及孔版印刷 后三种咱们不需要来介绍 因为当时美国官方制造美钞 使用的是第一种凹版印刷技术 所谓的凹版印刷 是指把凹版凹槽中的油墨 直接压印在纸上 这种印刷方式 耗费的油墨会比较多 并且这种油墨的年度 也会比较高 因此使用凹版印刷 所印出来的图文 会在纸张表面 呈现微微的凸起 这就是为什么 每钞摸起来 会有那种文字的 纹路凹凸的质感 此外 凹版印刷需要手工雕刻出 各种微型的防伪标志 对技术要求也非常高 另一点就是钞票所使用的纸张 咱们平时用的纸 大部分都是用木浆制成的 但是钞票所用的纸材料非常特殊 它是由四分之三的棉 加四分之一的亚麻混合制作而成 只有这种材料制成的纸 才会有钞票 那种特殊的厚重的手感 那么印刷技术和纸张 这两个基础问题解决了 弗兰克如释重负 接下来就只剩下细节了 他也终于开始正式的制作了 但是制作假币谈何容易 这刚刚到第一步 弗兰克又卡住了 因为印刷美元所使用的凹板印刷机 受到政府的严格管控 普通人根本买不到 所以说使用凹板印刷肯定是行不通了 无奈之下 弗兰克只能使用胶板印刷的方式 胶板印刷属于平板印刷的一种 通常书刊或报纸一类的都会采用这样的印刷方式 虽然这种印刷印不出来凹板印刷那样的纹路质感 但是这种质感也可以在后期使用其他手段来模仿 之前咱们在免费节目绝密档案中讲到的假币教父彭大祥 他制作假币所使用的其实就是胶板印刷 原因和弗兰克相同 于是接下来 弗兰克花费了30万美元 在工业设备网站上买了各种印刷设备 此外还有二十几台激光喷墨打印机 这是他精心挑选的最合适的设备了 接着他在黑市中又足足跑了一个多月 每天汗如雨下东奔西跑 终于搞到了变色油墨 防伪纤维 紫外线条等等这些 这些东西都是市面上买不到的 但也都是纸币上的重要的防伪标志 在这些材料准备就绪以后 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假币制造最难的部分 也就是纸 虽然现在手里有了打印机印刷机 但是需要的最主要最基础的材料纸 弗兰克还没有 在正常情况下 人们拿到钱的时候 首先会通过手的触感来判断钱的真假 手感是对的 那么十有八九 人们就会认为这钱是真的 而如果纸用的不对 立刻就能感觉出来 之前也提到 钱币所使用的纸张 都是由亚麻和棉混合制作而成的 因此普通的纸肯定不行 弗兰克了解到 美元所使用的纸 是一家名叫库瑞的公司制造的 这是一家位于美国波士顿的造纸公司 但是很显然 他们只会把纸卖给政府 如果从这家公司买这种纸 那无异于自投罗网 既然如此 这种特殊的纸该去哪弄到呢 弗兰克只能使用一种最笨的办法 他给欧洲的各个造纸厂打电话 希望可以找到一家比较容易上当的 因为欧洲人肯定不了解美元的制造细节 因此可能更不容易起疑心 08年秋天 弗兰克冒充魁北克文具公司的职员 咨询了欧洲以及亚洲的一些造纸厂 弗兰克向对方表示 自己有一个特别的客户 要生产一些特殊的纸张 造纸材料需要用到亚麻和棉 而对方一听 这种材料显然是用来造钱的 于是立刻提高了警惕 弗兰克一看这完全行不通 赶紧挂断了电话 看来光靠忽悠肯定是不行的 于是弗兰克想了一个新的办法 既然自己冒充其他公司 找他们买纸行不通 那自己干脆就成立一家公司 让这家公司变得足够强大 足够知名 等那个时候再去找那些造纸厂去买纸 想必他们就不会再怀疑了 当然他所说的要成立一家公司 实际上这个成立应当打上引号 2009年1月 他再次伪造了自己的身份 摇身一变成立一家贸易公司的总经理 说白了 他伪造了各种各样的资质和证据 凭空捏造了一家公司 表面上看这家公司业务齐全 投资数额巨大 业务往来十分频繁 非常有实力的样子 接着他又开始花钱造势 他雇用了大量的媒体携手 几乎花光了自己所有的资产 以鼓吹自己这家公司有多么多么厉害 事实证明 金钱的力量是巨大的 一时间在他的造势之下各种头版头条都是这家公司的广告和报道 甚至还传出这家公司准备上市的计划 就这样 靠着钱 他愣是虚构了一家非常厉害 非常有名的公司 在名声打出去之后 弗兰克开始以公司的名义 向瑞士伦茨堡的阿托兹造纸厂 发出了一笔订单 他说自己公司需要生产一些公司债券 这些债券需要有防伪功能 因此需要用到棉和压麻来制造这些特殊的纸张 为了让自己的谎言更加可信 他还附上了一些政府许可制造的法律文件 当然这些文件都是假的 可能因为之前的造势的确起到了作用 瑞士公司一看 接到了这家大公司的订单 而且这家大公司要上市了 还要做债券 这也是合理的 再加上那些法律文件 瑞士公司爽快的接下了这笔订单 丝毫没有怀疑 后来弗兰克又接着提出 要在纸上加一条安全线 对方也答应了 毕竟对方认为他这做的是债券 不过此时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难点 要在假币上添加美国第七任总统 安德鲁杰克逊的头像 这是钱币的防伪标志 而这个头像必须在造纸过程中添加进去 因为如果后期再往上加的话 是很容易被看出来的 但如果对人家提出这样的要求 瑞士公司肯定会怀疑的 这可怎么办呢 弗兰克此时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毕竟这个人的头像是要加在纸张的里面的 必须在制作过程当中才能加进去 于是他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硬着头皮跟人家说 能不能在这纸里面再加一个头像 说完之后就把安德鲁杰克逊的头像给发过去了 而没想到瑞士公司爽快的答应了 条件是需要加钱 往里加头像肯定是没问题的 弗兰克喜出望外 后来他才知道 人家根本就不认识安德鲁杰克逊 他只是把头像给发过去了 又没说这是谁 人家还以为这是他们公司的老总呢 所以自然就答应了 时间过得很快 2009年12月这批特殊的纸张生产完成了 瑞士公司把货物发给了弗兰克 弗兰克此时非常紧张 毕竟和瑞士公司之间的交易实在是太顺利了 和他之前多次请求下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总怕警方是在欲擒故纵 为此弗兰克非常谨慎 他雇佣了十几位司机 这些司机只和自己单线联络 上一位把货车开到某个地方之后 再给下一位发通知 一连转了十几次手 最终才发到了一个中转的仓库里 这还没完 他让这批货在仓库里停了整整三天 看周围有没有警察在活动 等一切都没事了 他又雇了十几个司机 拆开这批货的包装 换上新的包装 再从仓库里拉出来 运到了自己的小仓库里 在运送过程中 他还专门雇了一群人 开车紧跟着送货的卡车 时不时的还要假装汽车抛锚 把整条路全都堵住 让所有企图跟踪卡车的人全都跟不上 在这一系列措施下面 他终于确信这批货物应该是安全了 利用这些纸张 富兰克开足玛丽 在自己的小工厂里日夜不停的印制假币 由于纸张非常完美 和真币别无二致 因而这批假币印刷出来 几乎不存在瑕疵 除去为假公司造势的那些花销 他前前后后的所有的成本 其实才只有三十多万美元 但是他却造出了两亿五千万美元的假币 看着这批完美的假币 富兰克高兴极了 他开始盘算着如何把这些假币卖出去 为此他制定了三条原则 第一 假币不能在自己手里花掉 第二 不能在本地花掉 第三 只印二十美元的小额钞票 之所以这么做 当然是为了安全 富兰克开价 以面值百分之三十的价格来出售假币 也就表示三十美元可以买到一百美元的假币 借助之前在黑市积累下的人脉 他的生意做得非常好 2010年 第一批二十美元的假币出现在了加拿大和美国交界的密歇根地区 接着迅速扩散到了美国各地 这多亏了他极高的品质 很多客户往往是先买一小点 在意识到甜头之后会开始大量购买 并且还会把富兰克介绍给他们自己的朋友 于是很快 这些假币流入了美国各地的夜店 赌场以及毒贩手中 随着时间越来越长 导手越来越多 市面上二十美元的假币也越来越多 而富兰克赚的钱也自然跟着越来越多 这一赚钱 富兰克的老毛病又犯了 杀不住车 光想着赚钱 把休息躺平的事全都抛在脑后了 他给自己规定 每天必须工作16小时 只有8小时的时间去休息 而且这事呢 他还对所有人保密 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做 就连他女朋友都不知道他天天在干嘛 另一边 其实美国警方已经注意到了这些假币 但他们在美国境内查了很久 一直找不到这些假币的来源 毕竟假币来源实际上在加拿大 可是好景不长 没多久 美国警方没有盯上他 加拿大警方倒是把富兰克给盯上了 2012年 有一个黑帮集团 向富兰克订购了100万美元假币 巧的是这个黑帮内部 有一个警方的卧底 通过这条线索 警方锁定了富兰克 此时富兰克已经完全暴露了 加拿大警方对他展开了 24小时的不间断的监控 在一番计划之后 2012年5月23号凌晨 一群特警冲进了富兰克的工厂 此时富兰克刚刚工作了一个通宵 正美滋滋的欣赏自己的作品 随后警方在这搜出了94万9千美元的假币 但是没有发现假币的模板 这意味着富兰克肯定不止这一个窝点 他在其他地方肯定还藏着假币模板 和更多的假币以及生产设备 不过即便只有眼下这些假币 也足以让富兰克喝一壶了 加拿大警方表示 专家鉴定发现 这些假币用肉眼几乎无法看出真假 用手摸也很难界定 算是超高质量的假币了 几乎已经以假乱真了 2013年12月 此案开庭审理 富兰克将面临长达60年的监禁 但就在此时 富兰克灵机一动 他向自己的律师表示 如果自己能再主动拿出2亿美元的假币 这对案情会有帮助吗 律师一听啊 下巴都要惊掉了 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家伙 竟然还藏着这么多的假币 而这笔钱的确起到了作用 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 他和法庭达成了认罪协议 他愿意把藏起来的2亿假币 和没有被发现的假币模板 以及关键设备全部上交 但条件是让自己免于被起诉 以及不被引渡到美国 最终法院同意了这个方案 于是富兰克只在监狱里待了一个半月 并且只被罚了1500假币 然后就被放了 当然这种魔幻操作 也只有在他们这些奇葩的地方才会出现了 要说的是 富兰克不光没有被起诉 后来他甚至还被加拿大政府收编 成了一名反假币领域的鉴定专家 他还经常上一些电视节目 教大家如何鉴别假币 以及讲述自己当年的传奇经历 这俨然成为了一个正面人物 这也是这起案件中最奇葩 最讽刺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